飞弹划破天际 剧烈爆炸 点燃尼古拉耶夫的夜空 只差短短270公尺 国内第二大南乌克兰核电站 差一点沦为废墟 总统泽恩斯基大骂 兵败如山倒的俄军已经失去理智 第二大的南乌克兰核电站 发电量仅次于扎波罗热 占全国核电总量22% 距离首都基辅350公里远 非常靠近前线基站区 乌军绝地反攻推进到东部盾内刺客 与俄军守军不断交火 现在就连白天也被轰炸 家园残破不堪 居民无处可躲 哈尔科夫重回母国的怀抱 乌军士兵等了半年终于能凯旋归乡 这位母亲一度遭受俄军行求折磨 为了再见到儿子一面 咬牙苦撑 CNN记者也挺进收复区 发现俄军曾经关押战斧的大楼 九个人挤一间房间 环境极其恶劣 此情此景让乌军无比愤慨 不过现在再传出捷报 连卢干斯克也几乎全境解放 誓言要把俄军彻底赶出去 TVC 这种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